娱乐圈就像一个小世界,里面生活着很多艺人,他们多才多艺,各有各的魅力。 这一期的娱乐小八卦来自于以下几位艺人,一起来看看吧。 赵丽颖确实是收到与凤行这部剧的剧本,不过,她也并没有答应要出演,毕竟,她现在不止有古偶剧这个选择, 而且她对男主那边也有要求,胡一天现在能拿到的资源属于中等左右的水平吧,她资源方面倒也不怎么缺,在没有工作的时候,私下也是特别低调, 白净亭这边暂时不会加盟综艺明星大侦探的,至少在首发还有前面几期都不会有她,她现在没有档期,后续不排除,她会去参加几期飞行。 胡先续减肥,可不光光是为了好看,作为艺人,她自然是要为了以后的转型做好准备。 现在打好了基础,以后的发展就会好很多,毕竟她也不可能一辈子直演可爱的邻家男孩。 肖战和王一博合作的电视剧《陈情令》是不会被下架的,虽然现在上面已经明明尽止,不过,这对于已经播出的双男主剧没有什么影响,至少现在没有影响。 一,爱买包包的女艺人,她老公特别喜欢和朋友们做头发,也没少让他们带球。 当然,她老公也出过世,不过最后是逼着对方处理掉了。 二,某个离婚的女艺人,日子过得别提多滋润了,她现在对于婚姻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,她只觉得女人就应该不断恋爱,让自己人生得到升华。 三,大花现在看中了她剧里的儿子,就想着把她的经纪约给签下来,不仅如此,她还给她和剧里的搭档小花介绍了一部主角剧。 答,她是一个有洁体的人,而且还挺严重那种。 答,两个人关系确实不错,后续很有可能会合作。